这个占据比较好的位置 好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这是北京手钢金鱼南篮 在主场迎战辽宁盼盼 北京队今天先发的球员中锋 为了防守 再交给内线 对 防那个奥特杰的李小旭 但他自己并没有强攻 好 这是外线三分球 陈磊投中 目前场上中锋是外援迈克 对方很轻松打了一个 就是高位的侧应 打给篮下的李小旭上篮得分 李小旭利用自己的经验 骗过了 外线 这是7号外援霸特 投中一季三分球 向前方高高跳起转球 速度很快 我们在这个 这是失误还是过多 对方可以说多点得分 你看张 交给内线 布朗 这布朗啊 就这一下 看 往里扛 撅着打 给我手头来 布朗那身体 这个还是比较强弱 出来过渡一下 但是没有人接球 是吧 打给谢利宾 这球难道要个人攻吗 好球 好 想歇着一次转身 对单打钢琴棚 看来这球能不能够 但是北京盾现在的反击啊 确实也是没有 打的机会比较少 好 现在半截篮 好球 这球打的就是比较耐心 对 但是这个球还是没找准圆 对方是采用两个后卫之间 诸分 诸分 好球 这球就是只要让奥德杰再来一下 对 这球 对方不敢轻松 能够打成 对方2米13的身高的中锋不老 对他影响比较大 刘向超 接球跳投得分 后来的接军 现在辽宁队的助理教练 好 奥德杰这是接球一动的进攻 对方呢在篮下 布朗也是没有办法 打给陈磊 陈磊代球突破 好球 一个第一手的舔篮 对 其实陈磊应该是不输给对方的 而且陈磊早年也是辽宁的 出产的小队员 这就是防守出现了问题 他那是交键 哎呀 又露人了 好在麦克尔的补防 好 可惜啊 对方的7号 这个是 现在呢是第三节比赛结束 这一节北京队是21比26 输了5 脚下也跟得比较快 边强在外线 边强呢 这个队员也是非常有特点 他现在啊 目前过去老说北京队 这有什么学生球啊这种 后来就是解决的 有一段时间解决的不错 但是呢 这场球表现的 好像北京队打的就是偏软了 防他的赵永刚 刘向涛啊 这是一个单臂的抽手投篮 好动 现在啊 他们一旦回自己主场 那不是憋着劲赢北京啊 是 尤其是像山东 手当其中 这场球打完之后 下一个循环第一个对手 对 好 did 也 对 没 没 没 谢谢大家